好 老总开讲我们去带你来看 我们刚刚讲到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呢这个国际困境也得突破才能走得出去 而这也让人家想到了 最近的所谓中日钓鱼台的主权纠纷 其实还是相当的激烈 甚至呢有人还会差点因此丢关 我们先来看日本驻北京大使丹羽 他因为在钓鱼台问题上的发言 过于迎合中国大陆 引起了日本舆论不满 日前呢这大使甚至是被日本政府给召回了 好 现在整个钓鱼台问题 现在整理说是演变成像是一个连续剧的剧情般 在之前还记得东京都知事实员和首相野田呢 先后都表态说要研究买钓鱼台的可能性 之后大陆渔船又频频进入钓鱼台海域 也要两国绷紧神经 日本政府日前又召回驻北京大使传出就是因为 大使呢他的言论太过轻忠 曾经对英国金融时报说 如果日本买钓鱼台就会成为事实的话 日中关系将会陷入重大危机 不过现在最新的进展是 现在他这个证明大使目前是已经回到北京 根据了解日本政府仍然仰赖他中国通的长才 但是要求他要准确的传达日本政府立场 如果我们日本政府真的购买钓鱼台的话 在两国之间就引发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 随时就可能毁掉中日 从1972年关系正常化以来所取得的进展 而现在这样的一个紧绷的关系 局势究竟会如何发展下去呢 其实现在大陆方面很明确 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 钓鱼岛的现状 这个现状就是目前的状态 其实钓鱼岛对中国来讲 为什么会形成一个 跟日本现在处于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钓鱼岛在1972年 美国把琉球交还给日本之后 顺带把它交给日本托管 那钓鱼岛其实在台湾叫钓鱼台猎鱼 在中国大陆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在日本叫间隔诸岛 我们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 其实钓鱼岛现在的立场 是三边都拥有主权的 但是台湾跟大陆目前的这个 对于主权的这个声称 实际的治权现在是在日本手上 那日本现在的想法很简单是 如果说他有一些 希望能够改变这个动态的话 他一定要关注台湾还有大陆 特别是大陆的这个立场 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那大陆立场现在钓鱼岛 随着中国的这个希望能够 冲出这个第一岛链 能够往海泉继续发展 我们看到中国在第二代的 我们说第二代领导人 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候 特别是在第三代领导人 江泽民还在掌权的时候 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 叫刘华清 他对于海权的这个 中国在海权的扩张 是非常积极的 希望能够进一步 能扩张这个生成权 其实钓鱼台 我们在台湾的称法 钓鱼台列宇 它附近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会成为兵家避争之地 因为它除了在战略的价值上 因为它是日本和美国 所组成对于中国的 第一岛链的封锁的尾巴 中国可以从这边出海 而且从大陆棚的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的经济的领域 海域可以更进一步的延伸 除了这个战略的价值之外 它很重要的 但是钓鱼岛附近 所蕴藏的石油天然气 可以供日本一百年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所以包括军事的价值 以及经济的价值 经济的价值 这个是为什么钓鱼岛 是成为一个争端的一个所在 当钓鱼岛是属于 台湾省宜兰县 投城镇大西里 这是属于台湾的 台湾角色又非常尴尬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 我们台湾在这边 在钓鱼岛的处理上 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动辄得救 我们知道台湾背后 真正对台湾的最大的保护国 是美国 那美国跟日本又是同盟 那在处理这个事情上 如果台湾过度的 跟中国大陆结合的话 又不是美国所建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在处理钓鱼岛的事件 台湾的外交部立场非常明确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维持线造 更重要的是要共同开发 中国大陆也希望在图理 类似包括南海的争端 都是一样 要割他们最有名的一句话 叫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那日本如果要破坏这个现状 必然的会引起 中国大陆的比较强硬的这个作为 中国大陆在处理钓鱼岛的问题上 一直其实是比较温和的 跟南海问题比起来的话 可是这真的能够找得到一条出路吗 我们现在看到在中日台 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 台湾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其实也包括了现在 日本最近也要提出了 这个2012年的日本防卫摆壁书里头就分析了 其实大陆所谓的军事威胁 越来越大 所谓解放军跟中共的关系 近几年已经出现改变 尤其日本分析是说 是军方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 是已经大幅提升了 好 如果这真属实的话 所谓的武力威胁 对于现在钓鱼台的主权争议 是否在以后会扮演一个 很紧绷又关键的角色 其实2010年 这个日本的军舰跟中国的渔船 在钓鱼岛附近已经有差撞过 他们后来也平和的解决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 因为日本的野田首相 东京都知事要买钓鱼岛 野田首相说要把年底 要把钓鱼台国有化 这些说法让中国派了 三艘的渔政船到钓鱼岛附近 我们知道最近日本的军舰 跟中国的渔政船 在钓鱼岛附近对峙 其实这些保钓人士 要登岛的行为 对日本来讲 他只要派他的军舰 驱赶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中国的渔政船 这样子的对峙 他某一些意义来讲 是有他的军事的战略的意义 而我们也看到 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日本媒体也做了民调 还是有65%的日本人 他们是赞成政府 要来购买钓鱼岛的 但是这样的中日关系的紧绷状态 是否在短期之内 就不会消失了 其实我们的看法 这个会持续 就好像主持人刚才提接了两个 一个是65%的日本民众 希望把钓鱼台国有化 另外大陆的解放军 也在钓鱼岛 他有说话的权利 军方一般被人视为是比较强硬派的 也就是当这种对碰撞的话 他这种冲突是随时可能发生 但是我们看到 因为中日两个毕竟是 有多年来都一直有这些争执 我们知道当紧绷到一定状态的时候 双方都会往下做缓解 但是因为目前日本有这个动念 要改变钓鱼台的现状 所以这个要看中国大陆 他的这个处理方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冲突 可能以日本现在的做法来讲 它会持续下去 中大陆这世代钓鱼岛的 这个事件处理上 他有提升他的这个 比较强势的这个作风的这个现象 好我们今天谢谢总编的分析 而稍后新台湾新光大道讨论什么呢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倩林 好谢谢一清 王老先生王永庆他的大房 他的原配王月兰女士 月初走了 他的遗嘱呢 在明天就要公布 姿势体大啊 王文阳不会海外的几千亿 他一毛都拿不到吧 而且呢原来这个王月兰 他的妹妹现在竟然离奇失踪 整个就在写电影剧本 马上回来